- 要這麼承擔- 喔不是假的 - 不好意思那句話 - 如果你看到這個阿姨會陰我 - 會有戀母情節 - 可是真的很痛 - 不知道你去回答口給講義了 - 很多人問我 - 曼谷抓龍筋 - 我是真的很久沒有拍抓龍筋的影片的 - 特別是曼谷的 - 因為上次拍曼谷的抓龍筋是兩年前 - 三年前的影片 - 疫情剛開放的時候 - 既然這麼多人問我們 - 今天就帶大家去一家曼谷的抓龍筋 - 它有四五家分店 - 叫做Spring - 抓龍筋這個東西 - 其實我講了很多次 - 它是正規的 - 所以如果你要找到正規的這些店 - 連鎖店 - 大品牌 - 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 它竟然有四間店 - 在Buket也有店 - 曼谷有三家 - 絕對不會是太差的 - 然後我今天就幫大家體驗一下 - 我現在是在Terminal21 - 然後旁邊呢 - 它就在對面 Terminal21的對面 - 這一家就是網路上所有人推薦的 - 環繪的Super Rich - 跟著這個5號出口中 - 根據這個牌寫Times Square就對了 - 就是這棟樓啦 Times Square - 如果你是做摩滴啊 - Grab啊來的話 - 就在這裡 - 有一個Starbucks這個入口 - 這個進去 - 二樓 - 如果你是做BTS的話 - 就走這裡過來 - 依據我的經驗 - 爪龍筋盡量是不要再吃完飯之後 - 所以你可以選擇下午的時段 - 或者跟我一樣 - 早上11點就來 - 因為爪龍筋有一部分會按你的肚子 - 就是你腸胃這裡 - 所以如果你吃太飽的話 - 會很不舒服啊 - 那個時候 - 手不提直走 - 到二樓 - 另外呢 - 曼谷是真的熱啊 - 你下午啊白天啊 - 是真的沒有適應做的 - 它不像一些旅遊的地區 - 所以我就安排個下午兩三點會比較好 - 然後也依據我的經驗啊 - 通常按完之後我都會很想睡覺 - 所以我的個人建議是下午按 - 按完了之後呢回去睡個覺 - 然後 - 晚上再出來一條火龍 - 如果你從大門口進來 - 就是這一家 - 他們11點就開了 - 嗨 - 這裡呢有講說抓龍筋是一個活血抓筋的過程 - 從四肢啊 - 然後背部腹部 - 九十分鐘跟一百二十分鐘 - 一般上是它會給你五分鐘洗澡 - 這邊是有一個抓龍筋或者抓鳳筋的套餐 - 那抓龍筋的話呢有一百二十分鐘三千 - 欸 - 欸不對 - 抓龍筋是多少錢啊 - 這是抓龍筋的套餐 - 喔 - 都是抓龍筋 - 都是一百二十分鐘 - 都是一百二十分鐘 - 都是一百二十分鐘 - 都是都是抓龍筋的 - 都是也是抓龍筋包含最近有按摩 - 哦一百二十分鐘 - 都是也是抓龍筋 - 喔有這麼多不同的 - 之類的 - OK - 一般推薦是哪一個 - 一般第一次我們推薦抓龍筋九十分鐘 九十分鐘兩千三 如果第一次來的話建議就是九十分鐘 如果懂的話 熟悉了然後再來一百二十分鐘 第一次有一點痛 很痛 有一點點 我按了很多次你不要騙我 如果一般要的話是要可以預定是嗎 一般我們可以留意在這裡打電話 或者LINE或者微信 這邊有他們的微信的二維碼 不應預約的會比較好啦 因為我一般都提倡預約的 是不是抓風筋不會痛啊 抓風筋也有人痛也不痛 但是一般都不痛 一般抓風筋不痛對不對 抓龍筋痛了嗎 抓龍筋很痛嗎 沒有 你沒抓過風 我還沒 我不敢 你不是抓龍筋 你沒有抓過龍筋 他這裡就是一個正規的SPA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要保養的話 就是找連鎖的大品牌 這個真的很重要 他剛剛給我看他們有四間店 就是有阿索 碰碰 拉馬酒 跟補吉島 補吉 總共有四間店 他的房間就是簡簡單單 這個顏色色調還OK 就洗澡然後按摩 還有沒有新的房間 總共有幾個房間 總共我們有五個房間 五個房間 但是有單獨 旁邊是三個 另外兩個是 這個是兩個人 可以朋友一起來 對 情侶 情侶一起按 有三個的啊 有五個 哦不 有人啊 看 他們沒有穿衣服 他們有穿衣服嗎 看看 穿衣服 因為我有經驗 所以他們推薦我是做那個 Royal這個 124分鐘 3600 還是OK啦 這個價錢其實在正規的抓龍井裡面 是便宜一點點的 如果你們看過其他品牌 他們應該可能是 什麼4000塊左右 這個就便宜一點點 Brain成立在2017年 他們是一個泰國的品牌 然後就是把泰國的一些 醫學 炒藥 還有熱力按摩結合 他們的招牌是抓龍井 然後刺激血液循環 把能量送到身體的每一個器官 排除生殖器堆積的廢物 可以緩解腰痛這些 然後從內到外強化生殖系統 這個很重要 然後你們可以看到 他們這裡中文旁邊又是日文的 還有英文 英文還有 可是有日文代表手這邊 日本客人很多 我們都知道其實 抓龍井他最大的特點 就是透過按摩的手法 不論是淋巴的排毒 或者是血液循環 像他講白一點 就是以前就是皇帝增加性功能 恢復性功能的這個療效 不論在泰國 印度還是在 中國好像沒有 所以上了年紀 如果你有覺得你要恢復 我覺得就可以來做一做這個東西 當然他還有一些按摩 等一下你們會看到 我覺得應該是有的 就是按腰 按肚子 就是讓自己一些 幹功能 生功能恢復更好 這種排毒 這種養生的東西 我覺得是很不錯的 所以我就是一直想要拍這些 其實我自己常常抓龍井 要說真的 只是我不拍而已 因為真的是現在網路上 還有就像一堆亂七八糟人在亂拍 我要準備去養生灰寸 要準備進去 等那個師傅來幫我按一下 灰寸 40歲 又是一條瓦鈴 好 一條活龍 基本上我幾乎每次來泰國 我都會抓龍井 只是現在都不拍而已 然後這次發現這一家 就是我覺得在四通行 在曼谷市龍井其實蠻方便的 然後我們現在開始準備按摩 然後先按背部40分鐘 然後爪龍井20分鐘 然後正面40分鐘 再爪龍井20分鐘 我覺得這次會主要排五個步驟 第一個是熱食 背部的熱食 背部的草藥 然後還有背部的爪龍井 然後正面的肚子 跟正面的爪龍井 我覺得這五個是我認為很重要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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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嗯 石頭 喔 它的石頭沒有很燙耶 這可能解說得不住 喔!這個就燙了 草藥包 這是草藥包 何學話語 我發現他們這裡溫度都 都是可以解說的溫度 沒有特別燙 之前有去過 放下我就覺得很燙 他們的溫度 偏低一點點 是我比較喜歡跟解說的溫度 現在是在按熟吸部 因為我的腰也不好啊 就是 就是 往前真的都是痛的 人家來把 人家來拍抓龍筋拍得很色情 然後一直在講我身體上有什麼痛 之前有看過 一個福建客 他說 我的核心力量太弱了 所以 要訓練我的核心 所以我就是 就是要訓練核心 哇操!又來了熟吸部 嗯 對 所以 就是 你的 大便跟小便的中間那條海位 它就 推 就會 把它推 推開 就把核塞著 推開 開始抓蛋蛋了 蛋蛋的有傷又來了 這抓蛋蛋呢 是這樣 還是 抓那個球 然後這邊扯蛋 扯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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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從 你那個 就是從那個 藍耙子 然後再把你的蛋往外拉 然後再把你的蛋往外拉 這個 這個有點能行喔 可是我是 不喜歡拍影片 我想享受 拍影片就要一直在講 在做什麼東西 你們自己來享受啊 哇 它現在是有用熱油耶 我還是要講一句話 如果 你抓中間 會 硬啊 你一定是練武情節 他現在是抓那個蛋 扯蛋 又在扯蛋了 聽著錄影 聽著錄影 然後 拿著石頭在那邊 就是你大便跟小便的中間 然後 我就走啊 就是 所以我真的覺得 很偉大 他們很偉大 要看 這樣多 東西 這很難叫 沒有要看這樣多難叫 真的很偉大 我還是那句話 如果你看到 這個阿姨會硬 我真的覺得你有練武情節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選的這個是 是Royal 就是最頂級的配套 所以按滿球一下 按了十幾分鐘 沒有 我覺得抓龍警師 師傅是一個很偉大職業 因為他們每天都要看 很多不同 的 嗯 然後來這裡 可能都是 Uncle啊 或者 年紀比較大的 所以他們很偉大 所以他們很偉大 就是要一直按那裡 然後 你又不可以覺得 惡心 我覺得我看男生的 如果我是沒有看過的話 我覺得我看我會覺得惡心 他們真的很偉大 不要發覺他們是什麼大手槍 如果有那種的 基本上就是不正規的 或者邊緣的 就是按完了之後 給你手弄出來的那種 那種就沒有意義 就是 既然如果要抓龍警的話 就是 其實你可以這樣 是護性保養 你就好好 做一個 真 就真的有效果的 對啊 而不是去 那個 找那種奇奇怪怪的 那種奇奇怪怪的 其實 哎呀 就 太過分其實都是啦 那如果來泰國就是 好好把 就是做這個比較有效果的 這種 我覺得是這樣比較好啦 你知道嗎就是 我們是一根 在這樣兩顆球 他是在抓那一根東西的 最底端 在球的兩邊 就是 不會很痛啊 不過還是可以接受的地方 我每次都覺得痛啊 都是 鼠息部啊 還有淡淡的 有傷扯 但是最痛的 OK 我按完了 我真的講真的 這家的手法 是比較溫和派的 他就不太會 痛 就是 就算他的痛是可以接受的範圍 因為剛剛很多畫面不能拍 我們去問一下 那個師傅 好 我們終於 來到這裡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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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沒有 我好嗎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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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怎麼說 這麼長時間 要怎麼做 這個是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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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按我那個痛啊 扯那個蛋啊 2X 因為他幫您這個地方 血是流 讓血流比較快 比較快 比較更舒服 痛的話 跟性功能有關係嗎 就你按很痛是不是我的不好 不是你不好 但是因為這個地方按得比較痛 本來就痛 不是我不好 不是的 第一次我會很痛 對的 可是我覺得他沒有很用力 因為他不太用力 因為他不願意 然後他不太用力 然後他不太用力 他看您的受不了嗎 如果受不了他就更新一點 對 如果您受得了他也會用力一點 哦 他都是在我快受不了的時候停的 對 最後一個問題 抓完龍筋之後 多久可以啵啵啵 啊 大概五個小時 五個小時 五個小時啊 對 兩個小時OK 哈哈 小鐘OK 小鐘OK 沒有 沒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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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一天 多久不可以喝酒 難了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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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改發 什麼 大概八個小時 如果您休息了 感覺您很好 就對您的身體好 好吧 謝謝 謝謝 好 等一下我再做結論 好 還有客人 謝謝 那我們就接受今天的抓龍筋 在Spring 他們有四家分店 三家在曼谷 然後一家是在普吉島 如果假設我去普吉島有機會的話 也是去安家 我剛和他們的經理聊了一下 他們經理是覺得不適合入境 就是他們其實做了真的蠻多年的 然後 因為去年就是2023年 有一陣子很多YouTuber就 就拍了抓龍筋 然後有一點污名化到 就是他們教到有點誇張 然後他們的表情 他們的內容 就 就 不太好啦 對這個抓龍筋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就是 那時候也不讓大家來拍 也就是 對 其實我去年有找過他們 然後 今年 就是跟他們溝通之後 很感謝他們讓我來拍 我真的覺得 這家蠻舒服的位置也很好 你知道阿蘇喔 Terminal 21旁邊 你普通按摩都是很舒服的 我覺得真的蠻OK的這家 有點出國意料的舒服 而且 即使也是蠻有經驗的 準備 回去睡個覺 抓龍筋 你一定要睡覺 抓龍筋 你一定要睡覺 不跟你開玩笑 會很好睡 然後 晚上再看怎樣子 明天 我們就要準備開車去 請來啦 那今天影片到這裡為止 喜歡這個影片到這裡為止 喜歡這個影片到這裡為止 可以看到點贊 訂閱之後 打開點贊 可以看到這個棒棒出去 我們下一個影片見 掰掰